福差 你忘了勾结的杀父之仇了吗 福差 不甘须忘记 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宰了勾结 福差让人时刻提醒自己 别忘了勾结的杀父之仇 在福差登位的前一年 公元前494年 吴国攻打愿国 愿军派出赶死队 冲到吴军正前 自吻而亡 吴军吓呆了 而吴王和吕的脚趾也被砍伤 最后重伤而死 福差继位之后 历经图治 历兵莫莽 三年之后 福差调动所有精兵 征防愿国 在福交打败愿军 愿王勾结带着甲兵 五千人退守换计 派大富蒙总通过薄皮向吴国求和 请求把越国交给吴国 自己愿意做吴王的奴仆 福差准备答应他 吴子叙劝劫道 现在不消灭愿国 以后毕竟后悔问题 今天要是留下勾建 越国十年生剧 十年教训 二十年的功夫 就能跑 吴国 一年了 福差不听 劝听行太宰薄皮的话 答应了同怨国抢河 与怨国签订盟约后撤兵 愿王勾结返回怨国 勾结亲自耕种劳作 夫人亲自仿之 饮食不吃肉 浅须恭敬地对待贤人 救济平群的百姓 到位死者与百姓同劳苦 把苦胆悬挂在座位旁边 坐着或躺着时时迷失着苦胆 吃饭时尝尝胆汁 并叫人提醒自己 估计 你忘了快喜支持了吗 派在薄皮诋毁吴子旭 吴王开始不相信禅言 就派吴子旭出使齐果 听说吴子旭将他儿子 托付给齐果的包式 吴王于是大怒 派人赐给吴子旭一把 熟漏剑 让他自杀他 吴子旭说 在老臣死后 将老臣的双目挖出 挂在城门上 我要亲眼看着 勾剑带兵杀进河旅城 公元前482年 吴王北上在黄齿和诸侯贵门 勾剑趁机讨伐吴国 吴国派人向吴王告急 吴王正在黄齿和诸侯会门 害怕天下诸侯知道吴国战败的消息 就严守秘密 吴王在黄齿会门完毕 就派人施厚雷与院国讲和 院王估计自己也不能通兵吴国 就与吴国抢讲和了 公元前473年 院军再次打败胡军 把吴王围护在孤苏山上 最后福差自杀时 遮蔽脸面说 我没有脸去见吴子序啊 愿望安造了吴王 杀死太子薄皮 范里辞官而去走的时候 告诉萌主让他也早点离开 飞鸟进凉空藏 狡兔死走拱烹 那勾剑 只可同监苦 不可顾暗论 萌主没有听范里的话 但之后也就称病不上场 有人诬陷萌主要造反 勾剑就派人赐给萌主一种剑 说你曾经教我 功法吴国的七种方法 我只用了三种就打败了吴国 还有四种还没有用到 你就帮我等先祖去吧 于是蒙主自杀 就在勾戒称霸的同时 晋国有一个人 带领军队攻打七国 他生先士组 作战营谋 晋军看主帅都如此 奉不顾身 各个拼死 拼死向前 齐军招架不住 大败而归 他就是智伯 汉主帅都不愉快 哦 咯 你 感谢观看